虽然聂云呢 在剑神宗的时间不长 但是两世为人 前世更是当过画云宗的无上长老 早就具备高高在上的气质 再加上这剑道师啊 和剑神宗的气息相互关联 让其一举一动都带着剑道的威严 这句话虽然说的并非特别狠 却带着不容反驳的气息 震撼全场 让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哎呀 看到了吗 好有魄力啊 是啊 和六大宗门的无上长老这样说话 不太好吧 什么好不好的 这福天大陆实力为尊 只有有实力 说什么都行 没实力 说的再好听 也没地位啊 过了不知多久 弟子中啊 爆出兴奋的对话来 之前就站在聂云这边的诸多弟子 一个个眼神火热 什么叫魄力 这才叫魄力 面对六大宗门的无上长老 九大实力比自己强的绝世强者 不卑不亢 言语之中带着自傲和尊严 这才是剑道 这宁蛇不弯的 这剑神宗宗主应该有的气质 放肆 敢和我们这样说话 别真以为你这个无效的假宗主 就可以耀武扬威 就能代表整个剑神宗了 我说小东西啊 别怪我们没提醒你 乖乖的 将这掌教印交出来 免得自找麻烦 不然大家撕破脸皮 谁都不好看 你以为刚才趁我们不备 借助剑神宗大阵的威力 把我们震伤了 你就能夯扫一切了吗 天真的狗东西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们马上就能让你再无法控制 剑神宗正法停止 其他宗门都几个无上长老 被聂云的气息给震慑住了 开始也是一愣 随即听到众人的议论 觉得颜面大损了 气得同时是放声大吼 吼声之中啊 一股特殊的力量波动 悄然降临 聂云呢 这个时候就觉得全身这么一阵 就和宗门的护宗大阵失去了联系 再也无法控制 剑道师天赋达到第三形态 聂云就能呢 控制剑神宗的护宗大阵 效果和掌教印是一模一样的 自由控制宗门的所有阵法 剑神宗就好像一件空间的宝贝 成为剑道师的 获得了认可 相当于啊 讲其莲花 成功调动其中的阵法 不受阻碍 可是现在对方啊 不知道施展了什么手段 竟然呢 能将这种认可给切断了 让自己无法掌控阵法 实在是忒诡异了 可能和外面的穷天子孝大阵 或者和这个云轩都有关啊 想了一下 聂云心中有了一个大概 这云轩呢 身为剑神宗宗主那是多年了 掌控掌教印 对宗门的阵法也是了如指掌 甚至比红仪等人更要清楚 他知道 自己身为剑道师 即便不使用掌教印 也能掌控阵法 自然会准备好啊 后续手段 而切断自己对阵法的控制 有可能就是他早就设计好的了 这个东西啊 说起来复杂 其实啊 要是明白道理 非常之简单 再复杂的这阵法 都会有一个中心枢牛 只要找到讲器给改变了 就会取消认主过程 让自己无法控制 在弥邪等人看来 聂云以出手拥有如此威力 是因为他借助了阵法的力量 本身实力 不过是纳绪境巅峰罢了 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再说了 即便他实力强吧 他也不敢得罪其他六大宗门 给剑神宗带来的灾祸吧 怎么样 是不是要不扬威不起来了 去掉了对大阵的控制 你又算什么东西 还不快的交出掌教印 难道真想当我们动手不成 没通过八大宗门联盟 就想当上宗主 你的想法还真够天真的 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啊 现在你倒是给我在猖狂啊 我们代表八大宗门联盟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剑神宗的家伙 就算是霍了林宗 也没人敢和我们这样说话 看到聂云的动作和表情 迷写等人知道提前做的准备 已经啊 凑消了 全都啊 冷消起来 这眼中再不遮掩 是赤裸裸杀机 聂云 你做梦都没想到 我不但没事 还将其他宗门拉拢过来 当做靠闪吧 云玄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啊 这震惊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志权在握的笑意 笑容啊 有着独谢般的银行和兵冷 虽然 我恨不得讲你千道万挂 但是你放心吧 不会就这么快杀了你 我会慢慢的 折磨你 把你加持在我身上的侮辱 我一点一点的还回来 他因为美貌 权力心急 一直以来呢 都是高高在上 宛如骄傲的天鹅一般 而这种情况 被眼前这个少年 硬生生给打破了 在祭祀之地 压迫得跪倒在地 狠命抽耳光 一想起那天的侮辱 他就娇曲不由颤抖 他狠不得生吃其肉啊 你这样说 是不是觉得已经胜券在握 我再无法抗拒了 看到他得意的样子 聂云朗哼一声 对着他就走了过来 一道杀意 将其紧紧给锁住了 如果真这样想的话 我倒是想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和资格呢 你想干什么 云轩现在是剑神宗的宗主 见到宗主还不跪下叩拜 难道你相死 哎呦 看到聂云呢 双眼 伸出杀机 这迷血一声大喝 就挡在了他和云轩的中间 看医主啊 你应该是迷神宗的人 我警告你一次 这是剑神宗的内部事情 不要随便插手 否则有什么后果 是你无法承担的 听了下来 聂云看着眼前的迷血 他狠狠的说道 怎么 你还想对我动手 好啊 你动我一下试试 其他五大宗门的无上长老 可都在这呢 我现在就站在这里 不还手 你动我 就等于再打六大宗门的脸 和六大宗门彻底决裂了 哈哈哈哈 你倒是来呀 有本事你就动手啊 我倒要看看 谁给了你雄心豹子胆 敢对我无礼 这迷血是风声大笑 眼神之中满是轻蔑之色 宗主啊 不能鲁马 他们几个 可是各自代表了六大宗门 一旦要是出现事情 肯定会引起八大宗门的内乱 万一邀人趁机入侵 那可就糟了 黄医长老说的对呀 我们健身宗 巫术先祖 抛头炉 撒热血 才换来的成果 千万不能在我们手里出现问题呀 红黄蓝黑四大无上长老 听聂云语气 森然 带着沙发之意 同时着急的大声呼喊 宗主的性格 他们稍微知道这么一点 做事果决 一旦斗手 那就是心狠手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 对于密血的嚣张 虽然他们也很愤怒 却也知道 他 啥不得呀 现在六大宗门的无上长老 都在这 代表着六大宗门 一旦要是出了手 肯定会引起宗门大战 到那个时候 生灵涂炭 整个福田大陆 都会陷入危机呀 不敢动手 就别在这装大一巴狼 明白的告诉你 今天建神宗的事 我们六大宗门是管定了 不管你有什么靠山 不管你是不是有 花云宗无上长老级别的师父 我告诉你 今天都要给我乖乖的 士龙 你给我盘着 士虎 你给我趴着 见这红黄南黑四大长老的那圈族 你一切更加得意 放声大笑 声音宛如啊 金石碰撞 刺耳之急 你真觉得我不敢杀你不成 看到他嚣张的样子 这聂云并未动怒 而是看小丑一样 敢杀 哎呦 你真的敢吗 有本事你就动手啊 少在这 废话呀 明白的 我告诉你 别说你呀 就算你师父在这 也不敢动我一根寒毛 哎呀 只要动我一下 这六大宗门会立刻围剿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密血呀 说话声音本来就阴阳怪气 这会儿又冷笑连连 笑声还没结束呢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拳头都砸了下来 你 密血一惊啊 想要反击啊 却发现身体被一股巨力紧固住了 根本他就动弹不得 只听砰的一声 怎么了 脑袋炸开了 谁的 密血他 哎呦 红的黄的黑的绿的 留了那么一地呀 啪通 尸体躺在了地上 直到临死 他都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少年 感冒如此大不威 毫无 留情的就动手了 求贤求财求女人的我见过不少 一心求死 他真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我这人大方 既然你这么渴望 我就成全你 将尼血给击杀了 聂云拍的拍手掌 宛如拍死了一只苍蝇 那就是挥不足道 你 竟然杀了迷血 你这是找死 迷神宗不会放过你的 剩下的几个无上长老 看到迷血被一拳给打爆了 脸色同时一白 强烈的惊恐 爬上了脸庞 聂云竟然真敢动手 难道他不知道后果吗 完了 这下可闹大了 红衣长老等人 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 有种啊 天昏地暗的感觉 迷神宗宗主的师父被杀了 事情 真就闹大了 再想挽回 是来不及了 这 杀了迷神宗的无上长老宗主 也太鲁莽了 这样虽然戒气 可以后 会给宗文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呢 诸多弟子看到这一幕 也是忧喜残伴 虽然呢 击杀迷血很解气 但等于彻底得罪了迷神宗 以后 剑神宗恐怕 没有安稳日子了 你们 还在那犹豫什么呢 他敢杀了迷血 就敢杀你们呢 难道 让他们 全部给杀了 才甘心吗 以其动手 为迷血报仇 就在周围气氛呢 有些凝固的时候 突然云轩 一声尖叫 声音是刺破耳膜 你想死 我就先成全你 听到他到这个时候 还不忘了蛊惑中人 在聂云眼就眯起来了 剑神之剑 略情 巨风一般的剑盲 是灵力的刺出来 旋转着就刺了过去 聂云知道 这么多弟子在这看着呢 想要让他折服 必须确立正统地位 而剑道师天赋 正是最直接有效的 这一招 虽然不是什么无上剑术 也不是无上大剑术 却在空中啊 划出了一道 符合剑道的轨迹 层层跌跌 犹如叠加的力量 刚才云轩的掌印 是叠加了力量 而现在聂云的剑招 则是叠加了剑进 哗啦一下 面前的空间 在叠加了剑进冲撞之下 离开一道 漆黑的裂纹 向前一步 聂云就划破了空间 是剑盲 来到了云轩的面前 可恶 当初第一面 我就应该杀了你 正宁地喊了一声啊 这云轩掌心 也是一柄剑刺了出来 两剑碰撞 激荡出刺眼的火花来 不管怎么说呀 他都是破空镜 巅峰强者 又曾经是剑神宗的宗主 剑术十分惊人 这两个剑 扎眼功夫就碰撞的了 一起啊 一扎眼功夫 那就是一百多次 将这聂云呢 叠近给抵消了 当一声脆响 云轩掌心的长剑 再也承受不住 咔嚓一声 断了 他这柄剑 虽然呢 已经达到了绝品灵兵的级别 但是啊 在这剑神之剑的面前 那不够看 完全是抵挡不住 小子 你给我死 想杀云轩 要先过我们这一关 距离云轩那不远处的两个破空镜 巅峰强者 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是怒喝一声 纷纷出手 这人呢 裸露的手臂上 带着特殊的密文 一看就知道 和之前外面 护震的几个弟子相同 来自乱天痕迹 撒一声 果然一出手 二人掌心就带着浓郁的血迹 远胜其他 你想啊 这能进入乱天痕迹的 基本上都是十恶不赦之徒 再加上 那里的环境恶劣 长久侵袭之下 使得他们比八大宗门的人 手段是更加狠辣 更加残忍 这么一揪手 就觉得扑面而来的血气 带着强烈的杀机 比云轩的都要浓郁几分 云轩和自己的仇恨 已经啊累积如山了 这二人却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情况 就有这样厉害的杀机 足见二人的杀心之重 已然和魔人 没什么区别了 滚开 聂云爆喝一声 天类般的声音 仿佛在灵魂深处响起 立刻将这血气 给形成的杀机 击得是 汇散开来 同一时刻 左手幽冥剑扬起 空中响着震震禅音 仙音师天父 无上剑术 大悲七仙剑 这血气啊 杀机为魔 大悲七仙剑 带着佛门的意味 正好与之相割 只听啵嗤一声 来到了二人面前 退 没想到二人加入 非但没让少年出现劣势 还眨眼功夫 就帮回了局面 两个乱天痕迹的 破空镜 巅峰强者 这瞳孔一缩啊 同时 偷退了 似乎知道他们呢 无法抵挡 兴奋二用 这聂云呢 右手的剑神之剑 也轻刻之间 是剑蒙挥洒 出现了一道璀璨的光幕 这个不用寻思了 这是破空灭迹 无上大剑术 他知道 云轩可不好对付 周围又是高手云集 胡识淡淡 这交手的第二招 就使出了 无上大剑术 这无上大剑术 形成的光幕 宛如演化了 整个剑道文明 没有丝毫破绽 对着云轩 是碾压过来 什么 破空灭迹 无上大剑术 知道这招啊 他根本抵挡不住 云轩呢 掌心再次一柄剑出现了 同时打出了 相同的招数 他以前身为 剑神宗宗主 剑道之戏啊 悄悄也是储存了不少 无上大剑术 也能施展出来 来得好 吞噬 见他打出这招来了 这捏云早就在预料之中啊 倾笑一声 左手弃剑为掌 向前猛的这么一撞 只听轰隆一声 眼前的空间塌陷了 第三形态的元气 是旋转之下 云轩打出的破空灭迹 无上大剑术 被他顷刻之间抓在掌心 猛的这么一推 好家伙 两套无上大剑术 相互融合 同时出现在聂云面前 没有天守石天夫 聂云不可能双手互搏 同时打出两套无上大剑术 但是啊 利用了元气石天夫 巧妙借助了力量 将这云轩的剑法给吞了 再反击过来 两套无上大剑术是横走而来 犹如撕破空间的利刃 是狡杀过来 可恶 这是什么招数 怎么可能将我的招数吞噬并反击 我不相信 这聂云的连串手段是一起合成 根本没有多少反应时间 等着这个云轩明白过来 两套无上剑术已经出现在面前 气得他是哇哇乱叫 花容失色 这无上大剑术 是他最强的攻击了 这种绝招 即便是丹田血竅精初期强者 恐怕都要暂避风鸿 可这家伙不但不多傻 还敢吞噬了 吞噬也就罢了 还在反击回来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招数也实在是推逆天了吧 不相信已经晚了 你给我死了吧 精神波动猛的寝息过去 两招无上大剑术呢 在空中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柄锋利 刺破还女的剑气 这毫无留情的就劈在了 云轩的身上 碰 云轩被一剑劈成了两半 从头到脚没有丝毫停止 不过 并没有鲜血绷剑 反而这个人 犹如幻影一般 慢慢敲散 哼 我看你到底有多少力量 维持这东西 似乎也早就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聂云脸上没有任何沮丧 手掌一点一创 再一次将融合的剑气就抓了过来 反胜 他刺了出去 将打出的攻击再收回来 然后再打出去 这种恐怖的能力 恐怕也只有元气师天赋 才能具备 这要换作一般人 光这个反战之力 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只是这招的威力明显比刚才减弱不少 不过依旧比单独的无上打剑术厉害的要多呀 你怎么可能发现了我 剑气刺向的方向云悬正悬浮空中 看到聂云这么快就反应过来是惊讶 出身 这种招数施展一次就行了 再施展已经没了忧愁 口中低呼一声 这剑气并没停歇 刹那之间就来到了云悬的眼前 虽然不知啊 打着云悬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明明打出攻击的人变成幻影 但是聂云知道 这东西也需要能量为止 只要连续打散几次 就算云悬再厉害 他一样会被击中 可恶 疯狂之意 走 知道聂云说的是实话了 能发现自己一次 肯定还能发现第二次 利用幻影偷袭的招数啊 没了效果了 这云悬脸色这么一尘 脊背上斗篮 伸出一个巨大的翅膀 呼的一闪 划出了数百米 躲过了致命一击 而人这一连串交手 短暂的半个呼吸都没有啊 看得众人是眼花缭乱 聂云 我现在承认你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 不过想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我有凤凰之意 速度之快 看比青云宗三千青云道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连我的人都追不上 你怎么杀呀 停在数百米开外 云悬砍着不远处的剑盲 终于刺破云霄 是破空而去 这才松了一口气 冷笑连连 想杀对方 首先你得追得上 连人你都追不上 你怎么杀呀 这云悬双翅舞动 站在空中 犹如翱翔九天的凤凰 已然立了不败之地 看比三千青云道的凤凰之意 他可不相信 眼前这个少年能追得上自己 凤凰之意 云轩居然有这种东西 这下肯定杀不了他了 这红衣长老看着空中一脸冷意的云轩 是瞳孔一足 凤凰之意 那是什么 黄衣长老一愣 他不知道他得问呢 幽冥皇族 凤凰之意属于秘性 即便是黄衣长老 这种级别他也不太清楚 我也是在一次机遇中知道的 凤凰之意是幽冥皇族特有的东西 双翅以山 遨游九万里 速度之快 天下第一 就连青云宗的三千青云道 如果不是天行实施展 恐怕也是追不上啊 红衣长老脸色凝重 和他交手 你连他的人影都追不上 还打什么 看来今天想要杀云轩 已经不可能了 遨游九万里 天下第一 黄衣长老等人面面相许啊 各自从眼中看出了浓浓的震惊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幽冥皇族是什么 但是天下第一这四个字 还是能听明白的 既然敢这么说 那速度之快 肯定超出了想将 难以追击啊 这么快的速度 宗主想杀他 还能成功吗 哼 不败之地 疯荒之意的确速度很快 但实在 不好意思 说到这儿 聂云身体一阵 你都是七彩的翅膀 出现在身后 轻轻舞动 带着腕鸟朝败之歌 这玩意儿 我也有 聂云双翅一傻 轰隆一下 就出现在云轩的面前 一拳打了出来 空中响彻 阵阵反应 心圆怂动 寂静幻灭 神散不惧 烦恼 孕 死 天子 寝息 若能观法 如幻象者 是人 则能破坏阴魔 若见诸法 稀释空相 是人 则能 坏 烦恼 魔 这梵音化作一个巨大的眼神 悬浮在空中 看上一眼 就会头晕脑张 身体停止难行 大慈大悲 不动 冥王拳 金刚怒目 什么 你 你怎么也有疯狂之意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看到聂云 眨眼就出现在面前 这云轩终于变了脸色 他想过 聂云看到自己的速度 无助无奈 无法追了 也想过聂云 绝望只能让自己潇洒离去 而怒火冲天 想过多种可能 却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少年居然也有疯狂之意 他不是 只有那种漆黑的魔艺吗 怎么会和自己一样 拥有疯狂之意 难道 他也是幽冥皇族的人 此不对呀 幽冥皇族的人 只有女子 才能完美发挥出 疯狂之意的威力 而看少年的样子 疯狂之意 运转完美 没有丝毫阻碍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一次云轩 可真是要疯了 之前呢 念云施展出 吞噬无上大剑术的手段 都没让他觉得慌张 而突然出现疯狂之意 让他彻彻底底 从内心的伸出 他感到了恐惧 神偷师天赋 他有 隐匿师天赋 他有 伪装师天赋 他还有 啊 这剑刀师天赋 他有 这些天赋刀也罢了 毕竟可以接住 天赋之气使长 可是 这凤凰之意 这可是游民皇族特有的能力 怎么可能 他还有啊 这还甚不适了 其实云轩不知道 念云之所以能将小龙的血液和游民皇族血液融合在一起 形成仙天龙神壳凤凤凰之意 正是因为无名法觉的运转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念云当时昏迷了 就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可恶 心中震惊的要死 云轩也知道少年这拳的威力根本不是他现在 能够抵挡的 当即人牙一咬 说你是这么一闪 再一次划过数百米 碰 他跑得快 聂云追得也快 这招依旧打在了身上 扑 云轩脸色一白 鲜血就喷出来了 这灵魂仿佛被刀绞了一半 抽搐着 疼痛 大慈大悲不动冥王拳 威力康比无上大剑术 硬生生打在他身上 就算是云轩力量不弱 他也承受不住 再不动手 我一旦被杀 你们肯定逃不掉 这一下逃窜 云轩差不多重新回到了刚才站立的地方 靠近乱天痕迹两大高手和盛下的五大 吴伤长老 刚才的战斗那也是电光火花之间 吴大长老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 聂云和云轩就交战了数次 他们只能眼睁睁睁看着 毕竟啊 这二人的速度 那是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了 根本就无法触及啊 穷天紫霄大阵启动 听到云轩的话 五大吴圣长老似乎也知道了事情的危机 同时啊 手掌举起来了 一声长叫 一股浩然的气息就从天而降 将这光场上的众人全部搂照在内 哎呦 被这一股巨力啊 这么一照 聂云轩的浑身像是僵硬了许多 动作都有些声音了 哈哈哈哈 这是穷天紫霄大阵的锁子阵 一旦被锁住 就算破空镜巅方强者 力量也会被压制 连一半你都施展不到 小子 这次你给我死吧 无论法力还是肌肉 被锁子阵给锁住了 就像普通人加持了数十公斤的沙袋 行走的困难 你更别说战斗了 你做梦也想不到吧 我们还有这样的后手呢 两大乱天痕迹的强者 见一股特殊波动 将着聂云给锁住了 同时是哈哈一笑 身体一晃 同时就迎了过来 这二人呢 这一下窜出来了 速度那是极快 似乎穷天紫霄大阵 不但将聂云的速度给减慢了 还给他们加持了力量和速度 让他们是力大无穷 步伐轻盈 轰隆一下 这二人呢 也是同为破空镜 巅峰强者 同时打出拳头来 还没来到聂云面前呢 空间就扭曲起来 锁子阵 以为这点东西就能困住我 你做梦 看到这二人攻过来了 这聂云双眉 抖篮扬起 哗啦一下 身上布满了龙铃 这灵片震动之间 锁在身上的压力 轻刻之间 消散不见 砰 一声唱刺 这布满龙铃的拳头 带着势不可挡的威力 和两大破空镜 巅峰强者的拳头 就对碰在一起 砰砰 两个炮弹一般的身影 从天空中射了下来 这两个家伙 连惨户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双双的插在了地上 犹如啊 粘了的树苗 虽然呢 同样是破空镜 巅峰 这二人的实力 和华云宗的武勋长老 没法比 甚至他们连景洪都比不上 最多呀 也只和刘继差不多 怎么可能 是聂云的对手 这花岩宗是武道宗室 专门研究的就是战斗 聂云现在的战斗力呀 想要战胜 武勋长老 还需要一丝努力 但对付这两个家伙 那是 绰绰有余呀 轻松愉快 龙铃 献天龙身 这不可能 你有凤凰之意 怎么还会有献天龙身 看到这一幕 云玄觉得自己的认知啊 是彻底崩溃了 他身为幽冥皇族 自然知道 龙族和他是死对头 佛魔兵火一般 根本就不可能并存 少年拥有凤凰之意 这按照道理 龙族的一切东西都不可能使用 而现在的情况是 他竟然还凝练出了一身的 也献天龙身 我的妈呀 这到底是什么怪胎 云玄一瞬间 就有了想死的冲动了 这变态 真的是推变态了 聂云 很好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呢 今天杀不了你 不过早晚你都要死在我的手上 后悔 有气 心中在这暗骂呢 这云玄也知道 今天能不被杀死就万幸了 再想杀死眼前这个少年 已然那是不可能 当即一声长刺 双翅这么一扇 笔直向上飞去 速度越来越快 半个呼须一样 就看不到了 他已经飞出了 健身中的护踪大阵 彻底从眼前消失 想走 今天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 云轩这个女人 一直以来啊 就搅风搅雨 不讲气给击杀了 以后麻烦事 是相当多 聂云哪能让气逃掉 一生长死 疯狂之意 也是这么一阵 紧跟在他的后面 就追了上去 给我停下来 轰隆一声 才飞出不远 就感到空中一到啊 将天地都震塌的气息 是轰然而来 无数力量向他身上汇聚 被这股子力量这么一阵 聂云像是钻进了 淤泥中的碾鱼啊 行动困难 只能眼睁睁看着云轩 是越走越远 雄天紫霄大阵 这会儿是彻底的启动了 可恶 低头看向啊 主持阵法的五个 其他宗门无上长老 聂云眼中露出了 赤裸裸的杀意 这五个人成事不足 是败事有余 竟然相信了云轩的话 真是罪无可恕 把雄天紫霄大阵 给我撤开 一生长死 聂云声音带着冰冷之意 撤开大阵 你做梦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已经得罪了弥神仲 难道还想和我们其他五大宗门为敌 不想给监神仲带来灾难 今天的事情就此做吧 否则你就等着承受六大宗门联手带来的怒火吧 听到呵施 这五大长老是同时嘶吼 头上的青筋都蹦出来了 这可是你们自己找死 见云轩越走越远了 渐进了天空正上方飞去呀 看样子 再任由他飞一会儿 就算是追踪失天赋 也恐怕追不上了 这念云心中这么一狠 杀他几笔楼 宗主啊 不可以啊 已经得罪了弥神宗了 咱们不能再得罪其他宗门 真要是把他给杀了 剑神宗 真的就万劫不复了 宗主 三思 千万不能鲁莽啊 你可是代表了剑神宗啊 将他们要都杀了 和其他宗门 就是真正的决裂了 再有修复的可能了 红衣张老等人 看到他眼中闪烁而出的杀机 同时心脏都抽出了 连猛喊叫 他们说的对 不想找死 就立刻停手 马上下来 恭恭敬敬承认错误 我们或许能秉试前嫌 承认你这个宗主 怎么抉择 就看你了 想成为八大宗门的公敌 还是朋友 就在你的举动 我们虽然打不过你 也都有保命的手段 想杀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快点停下来吧 别惹上麻烦 自己都承受不住 听到红衣等人的呼喊 这五大 无伤张老也吼了出来 我怎么觉着 听到他们的呼喊 聂云停顿了一下 似乎也在考虑 不过扎眼功夫 一声尖锐的笑声 刺破云霄 带着浓浓的鲜音 既然你们找死 全都给我躺下吧 只听轰隆一声 仿佛刺破千古的呐喊 从遥远的时空冲过来 带着让灵魂都颤抖的声音 五大 长老 连同刚才栽在地上的乱天痕迹的高手 被声音这么阴震 眼前一黑脸反应的机会 没了 直接昏了过去 躺在地上是如同尸体一般 给我尽了 这一看他们昏过去了 聂云打手一抓 就把这七个人给抓起来了 就放进了一件飞行凌兵内 收进了体内 现在他要去干什么 他要追杀云轩 离开中门之后 一旦这些人醒了 再为难红衣等人麻烦不小 所以必须先给他解决掉了 荒迷是无法进入自华东府的 只能暂时啊 将其放进飞行凌兵 是杀还是理由 那得等以后再说 现在可没时间处理这些了 直接咔嚓 刚将众人给收起来了 聂云正想去追着云轩呢 就觉得一股大道轰鸣 在体内想起 这又怎么了 这一看 好家伙 仙音丹田猛的这么一阵 瞬间变成了 淡青色 仙音丹田 晋级了 晋级到第三形态 嗯 仙音师天赋也晋级了 看到仙音丹田晋级了 聂云也是一愣 不过也知道 现在不是观摩的时候 看向地面的红衣长老等人 大手一抓 一股剧毒之气 寝入对方身体 嘶嘶嘶 一阵乌烟 几滴千辛寒毒 就被他硬生生给抽了出来 千辛寒毒啊 对别人来说 可能困扰一辈子都无法去除 对于毒师天赋 那是举手之劳啊 再加上啊 上一次给千焕提取过 有了足够的经验 而且几个人呢 刚刚中毒 凭借他们的实力 并未完全潜入五脏六腑 非常之简单 不到我一个呼吸 这几个人呢 就觉得气海一松 恢复了正常 我们身上的毒 毒师天赋 宗主 你还有这种天赋 红衣长老等人 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你们解决这些 跟随云轩的弟子 长老 我去追杀云轩 没时间和他们废话了 聂云双翅一闪 笔直向上飞去 宗主啊 这些人已经有宗门 一半人数了 如何解决呀 听到他的吩咐 红衣长老急忙问道 云轩前来招向 已经将近一半人到了他那边了 否则也不可能双方对峙 各知己见 如果是一两个人教训一顿 甚至杀了都没事 法不择纵啊 将近一半人数 实在是难以除学呀 全部关押的话 光得看守都会让整个宗门陷入将军 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让他们知道背叛宗门的下场 红衣长老正在想这件事呢 就听到少年的声音呢 从九天之上 缓缓传了下来 啊 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这红衣长老眉毛一跳 经不住哆嗦 看来建神宗啊 要经历千所未有的大清洗了 这些人能背叛第一次 就能背叛第二次 不处决肯定是麻烦事 宗主说的对 动手吧 我也赞同 剩下三个长老 对望了一眼 各自咬牙说道 好 动手 四大长老是同时点了点头 看向正前方 背叛自己 跟云轩身后 要废除聂云掌教身份的众人 充满了杀意 纵身跳入人群 开始了大屠杀 没了云轩等 九大破空镜强者 这些人实力最强的 不过是纳徐镜巅峰 四大长老冲进去啊 犹如虎入羊群的 龙牛虾槽 是一阵鲜血飞剑 惨过声不绝于耳 整个剑神宗 就变成了修罗地狱 逃得挺快呀 今天就算逃得再快也没用 我必须把你杀了 飞出了剑神宗 越飞越高 这凤凰之一 武东 聂云极速前行 很快就看到云轩 出现在视野范围之内 刚才的一连串的事情 说起来复杂 实际上时间浪费的不多 总共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 不过这么短的时间 云轩呢 已经飞出数百万公里了 也幸亏啊 这聂云呢 天眼晋级到第二形态 否则上方的时空扭曲变换 这么远的距离啊 是根本看不着 福天大陆啊 陆地下方有破碎空间 也有虚空乱流 上空啊 则是时空乱流 所谓的时空乱流 那就是空间和时间 都混乱的地方 前世自己死亡的万界山 正是处于一个时空乱流 风暴和解 因为这里啊 时间空间都是混乱的 所以啊 你别说破空镜强者 即便是一般的 丹田血峭镜强者 都不敢撕破空间进行跳跃 除非啊 你实力达到一定境界了 而且啊 对地方比较熟悉 才敢啊 修筑空间通道 进行穿梭 否则的话 哪怕是丹田血峭镜巅峰强者 进入混乱的时空乱流之中 也是九死一生 云轩选择向这里逃 是最好的路线 比在福田大陆逃走 更加安全 毕竟啊 这福田大陆即便逃得再快 只要聂云能认出方向来 撕裂空间就能找到 十多个呼吸的仙机 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而人的速度都非常快啊 那是越飞越高 聂云觉得啊 这刚风扑面而来 吹的肌肉是生成 眼前的时空流速啊 时而变快 时而变慢 空间也是时而破碎 时而稳固 入眼之处 一片光怪陆离 普通纳虚镜强者 飞到这里啊 继续向前飞行 肯定必死无疑 聂云呢 那真是一高人胆大 加上有天眼作为倚仗 并不害怕 继续向前快速追来 他的疯狂之意 和我的相同 又先跑了这么长时间 这样追的话 就算十天十夜 也追不上 而且越向上 越危险 真要是进入 时空乱流深处 我也逃不掉 看来必须加快速度 想办法 尽快追上他 飞行了一会儿 这看着前方 云轩呢 飞行的速度 和自己呢 是相差无几 越行越远 这聂云呢 眉毛可就皱起来了 不加快速度 保持这个速度的话 十天十夜 恐怕也是追不上 你越向上 还越危险 真要追到了 时空乱流深处 麻烦可就大了 再说呀 就算是追上了 万一对方身上 还有什么天行之气 一样能够啊 逃掉 前功尽弃呀 他和迷话 狼狈为贱 身上有天行之气 并不奇怪 毕竟上次 在祭祀之地 就是这么逃走的 所以呀 想要杀他 必须一气合成 用最快的速度追上 然后再封锁了四周 让其无法逃脱 怨气淡天 喷出元气 加速 心中在这想着呢 这聂云呢 调动全身力量 脚掌爆发 浑厚的法力 向后急冲 这身体呀 则是在推力之下 速度飙升 他脚掌喷射的 并不是普通的法力 而是一个个 用三元金刚波 凝聚而成的小球 这种小球啊 爆炸产生的 反推力非常大 就好像啊 在他身上增加了一个 强大的助推器一样 这种情况下 在他身上 能够施炸 就算别人知道 也施展不出来呀 第一 小球爆炸的威力很大 如果没有第三形态的防御天赋 恐怕还没追上别人 先把自己硬生生给炸死了 第二 会施展 三元金刚波 第三 体内法力的无穷无尽 足够消耗 就这三呀 聂云刚好都符合呀 爆炸的冲击波呀 这是让他的速度猛的暴增了一位 距离啊 云轩是越来越近 哼 你敢追上来 我就让你死 以前以后过了数十个呼吸 云轩感到了身后的无穷杀机 他转过头来这么一看 脸色是阴沉如冰 低哼声中啊 云轩突然转向了 由笔直向上 改成了平行向前 他距离聂云呢 本来就被拉近了 这一下转了向 后者完全可以走直线了 这很快 相距就逐渐的减小了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二人的距离就已经拉到了数百公里 眼见就要追上了 数百公里 对他们来说 随手就能打到对方 已经不算是距离了 呼的一下 又前行了一会儿 这云轩呢 似乎找到了某个地方 突然他停了下来 眼中露出了争鸣之色 聂云 我做任何事都会留下后手 这个后手其实是准备留给你那个师父的 当初紧过我 让我受尽孤属 我说过必须将其击杀 才能解除我心头之恨 既然他没出现 那这里就是你的坟墓 一声长呼 云轩那尖锐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恨意 后手留给我师父 年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没有轻易出手 而是在距离他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不错 云轩冷笑一声 右手这么一翻 两个玉盘就在掌心啪的碎裂了 随即一股浓郁的灵力波动 两条巨大的空间通道出现在他的面前 空间通道 丹田薛桥精巅峰强者 看到这一幕 聂云瞳孔一作 虽然这里还不到时空乱流的神处 却是已经出现了时空混乱的气息 敢在这里建立通道 说明不是一般的丹田薛桥精强者 至少啊 那是已经达到了丹田薛桥精巅峰 而且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难怪他要改变方向 说出留下后手的话 原来他居然在这里埋伏了两个丹田薛桥性巅峰强者 联合六大宗门无上长老和乱天痕迹的强者 都要做两手准备 这个云转的心机和谨慎 简直是 骇人听闻 只听得轰隆一声 很快两股滔天的气息验证了聂云的想法 通道中 两个高大的人影大步走了出来 还没出现呢 强大的气径 就将空间呢 都扭曲起来 妖人 看到冒出来的两个人影 这聂云拳头一下就捏紧了 从通道出现的两个人影 不是人类 而是妖人 都有两米多高啊 这全身上下散发出浓语的妖气来 宛如猪王 一般辐射出来 令人作呕 刚才心中就在这疑惑呢 这福天大陆 丹田血鞘镜巅峰强者 一共就这么多 每一个都是宗门的老祖 怎么会突然再冒出两个 原来是妖人 妖人领悟的大道要多呀 这强者的数量也比人类多 不过 即便是有再多的强者 丹田血鞘镜巅峰 那也是人中之龙 最巅峰的存在呀 如此强者 无论在哪一个种族啊 那都是呼风唤雨的至高皇者 这一下被云轩给召唤来两个 他显得愈发神秘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合作 他应该没有资格和这种实力的人谈条件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他的地位不简单 也对呀 幽冥皇族岂会简单呢 给我把他给杀了 看到出现的这两个妖人呢 云轩向前这么一指 见他语气呀 没有丝毫的恭敬 这聂云知道自己的猜测 没有错误 一百手 慢着 既然你已经胜券在握 临死前回答我一个疑惑 应该没有问题吧 想要求饶吗 已经晚了 云轩一百手 是一两大妖人强者 停下来 他看了过来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呢 他还是让两大高手 封锁了周围的空间 让聂云无法逃走 我有些奇怪啊 你拥有凤凰之义 应该拥有幽冥皇族血脉 幽冥皇族物 这一族是妖人中的王者 皇族更是王者之皇 血脉等级甚至都达到了 第四层次的真灵级别 为何你的实力这么弱小 停留在纳徐境巅峰 这么长时间 念云问了 那明白 这两个妖人听从他的命令 念云心中就生起了这个疑惑 幽冥皇族 既然和龙族是敌对的 实力怎么可能低呢 小龙一出生 就又堪比 丹田血脚境的实力 那么他 为何停留在纳徐境 这么长时间 这不合理呀 哼 还不是多亏了 你和虚云老皮肤 如果不是你们 我根本不知道我体内 还有幽冥皇族的血统 听到问话 这云轩的冷笑起来 我 虚云老族 念云一愣 这虚云老族他知道啊 他是剑神宗的顶梁柱 和华云宗的蛟龙下泉地位是相同的 不错 你将我的修为打得只剩下至尊级别 我去找虚云那老皮肤 做主 哼 谁知这家伙二话不说 就将我的气骸给破除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才激活了我体内 凤凰一族涅槃重生的血脉力量 让我涅槃重生 许多封锁的记忆打开 才一飞冲天 这云轩笑了起来 他看向念云眼中露出的玩味的笑意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很恼火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吧 我们幽冥皇族最擅长的就是浴火重生 你给我的挫折只会让我越来越强 越来越厉害 从而达到一个让你仰望的程度 哦 原来如此 并不理会他话语中的打击 念云点了点头 龙族 幽冥皇族这些 那都是天地所生的特殊的种族 这种种族 受天地眷顾 一出生呢 就有传承记忆 不过这种记忆啊 并不是全部拥有 而是被封印住的 伴随着实力增加 逐渐打开 就好像小龙啊 他虽然知道幽冥皇族是敌人 却知道的并不清楚 正是因为很多记忆被封印起来了 知道的并不详细 这云轩 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啊 拥有幽冥皇族的血头 机缘巧合之下 激活了他的血脉 这才修为大净 拥有了让妖人丹田 血窍境 巅峰强者都听命的地位 和破空境 和破空境 巅峰的实力 毕竟啊 即便现在的妖人皇者 单纯就论血脉的话 都比幽冥皇族低得太多 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好了 该说的都说完了 你给我死吧 剑说出自己的经历 并未打击到对方的窦心啊 让妻感到害怕 这云轩脸色 更加阴沉的一挥手 小子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听到命令两大 丹田血窍境 巅峰妖人 那血红的眼睛中 露出了残忍的笑意 同时向前这么来了一步 这周围的空间 是彻底给紧固了 谁 他也逃不掉了 让我死 你确定今天 你能杀得了我 抬头看向云轩 这聂云淡淡一笑 哼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动手 这少年这样子 云轩再次啊 觉得怒火 参参参参参 就穿了上来 一声大喝 是 这两大单天 血窍境 巅峰的妖人 一起 出手了 不愧是大陆 最巅峰的强者 这聂出手啊 原本就是 不太稳固的空间 撕裂成碎片 这庞大的能量风暴席卷着 向聂云冲了过来 自以为是的家伙 看到如此强大的攻击啊 聂云没有慌张 他有底牌呀 甚至他都没有躲闪 他摇了摇头 小龙啊 该你了 追杀云轩之前呢 这聂云就和小龙啊 沟通好了 关键时刻让他出手 对于小龙的实力 他还是有很大自信的 今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将云轩给击杀了 所以啊 即便遇到两个 丹田血窍境巅峰妖人 都没感到害怕 呼的一下 这小龙突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全身金光这么一杀 恢复了五爪金龙的本体 瘦小的铁爪 向前这么一抓 这铁爪啊 可不得 却是带着让人难以抵抗的龙尾 就听撒一声 面前破碎的空间 那就变成了黑洞了 什么 五爪金龙 我这个老天爷呀 龙族皇者 这两大丹田血窍境 巅峰的妖人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看到一个龙爪的 从天而降 全身一瞬间 好像被金库一样 碰碰 龙爪碰到二人 这二人一瞬间 就变成了膨胀的气球了 轰的一下 就爆炸开来 直接毙命了 哎呦 好厉害 虽然小龙的势力 他知道一些 但是看到这一步 聂云呢 依旧忍不住震撼了 这也推强了 这两个 那可是 丹田血窍境 巅峰强者 如此厉害的人物 居然被一下 给击杀了 这小龙的势力 恐怕 并不是丹田血窍境 这么简单了 五爪金龙 你竟然有 五爪金龙的妖宠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相对于 聂云的震撼 这云璇自信满满的脸上 是彻底被惊恐给代替了 那焦虚不停的哆嗦 像是看到了世界上 最为可怕的事情 这幽冥皇族啊 最大的敌人就是龙族 这跟呢 佛和魔 冰和火是一样的 这根本就不能共存 而五爪金龙 更是龙族中的皇者呀 这个聂云竟然还有一头 五爪金龙的妖宠 我哪个去的 这不是真的吧 认为呀 他只是一个伪装师的时候 发现他是剑道士 认为呀 他只有纳虚净实力 不足为患的时候 却发现就连破空镜巅峰强者 都不是一盒之敌呀 觉得两位丹田血俏镜巅峰强者 肯定能把他给击杀了 毫无悬念的时候 才发现他还有一头 我爪金龙的妖宠 战斗力堪比 秘境第九冲的绝世强者呀 一直觉得这个少年底牌很多 可当一个一个的底牌 慢慢揭开的时候 这才发现 对方还有更大的底牌 比之前的更为可怕呀 而这些底牌呀 完全组合在一起 足可以讲任何事情 都彻底给碾压了 不留丝毫痕迹呀 云轩就觉得自己是 倒心一寸一寸的 就崩塌了 所有认知都被彻底给颠覆了 怪胎呀 怪胎 哎呦还是怪胎呀 对这个聂云呢 云轩已经发出内心的评价了 哈哈哈哈 没什么不可能的 小龙 他是幽冥皇族的人 把他给我杀了 要不理会他的惊讶 这聂云冷冷说道 好的 这小龙似乎也知道他的身份了 头颅点了点 皮爪再次抓过去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大不了通归于尽 幽冥皇族血脉燃烧 似乎明白到了生死边缘了 这个阴轩一脸真名整个人瞬间就变成了金色了 一个七彩的凤凰幻影 刹那之间出现在了背后 笼罩天地发出啾啾的鸣叫声 这听轰咬一声 时间空间 微致破灭 一声嘶吼 看出幽冥皇族血脉燃烧产生的力量极大 小龙滚圆的眼睛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声龙吟 亿万公里的空间都破碎了 大口这么一张了 一到我枪打到极点的力量 对着凤凰的幻影就冲了过去 一个五爪金龙 一个幽冥皇族 两大真灵级血统生命对碰在一起 虽然呢都没有达到全盛级 这强大的威力依旧不是聂云能够想象的 这点哄的一声 宛如啊 九龙拉拧空间出现的一幕再次上演了 一个巨大的黑洞缓缓形成 将周围破碎的时空全部给吞噬掉了 被有防御之气 紫华洞夫绝品凌兵 看到这一幕 知道哪怕黑洞啊 随便散意一丝的能量 都能将自己给绞成粉末啊 人叶云呢 可不敢犹豫 瞬间呢 就将最强的防御加持在身上 同时拉着小龙啊 是快速的后退 此时的小龙啊 在打出攻击之后 全身澎湃着娄西降低了不少 似乎啊 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连眼神呢 都微微有些黯淡了 他虽然贵为龙族黄者五爪金龙 他毕竟年龄推小了 从龙蛋出生到现在 满打满钻不到俩月 这俩月对于拥有悠长生命的龙族来说 和刚出生一两个时辰 小婴儿没什么区别 即便先天能力再强 遭到如此大的攻击 他也会疲惫 也会受伤啊 小龙气息萎靡 七彩疯狂的幻影啊 则是直接灭亡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而施展出这招的云轩 此时也是陷入了昏迷 出气多是进气少了 血脉燃烧 让他呀损耗更大 虽然短时间内 爆发出了极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和燃烧生命作战一样 看样子就算是救活了 他也活不成了 不过 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幽冥皇族啊 他可是擅长涅槃重生 万一留下祸坏 那就麻烦了 再给他重生的机会 真就哭都来不及了 趁你病我要你命啊 想到这一点 这聂云眼中赏过一道狠 手掌这么一腿 掌心就多出一枚巨大的 三元金刚波 现在黑洞旋转 随时都会吞噬过来 聂云呢 可不敢贸然冲过去 只能呢 依靠远攻方法将其战杀 自己这个三元金刚波啊 那是凝聚了全部的力量 只要被打中了 即便全盛期的云轩 也都抵挡不住 你更别说血脉燃烧之后 快要死亡的他了 去 手指子们也弹 这三元金刚波了 可就飞了过去 不过呀 他还没来到云轩跟前呢 这天地之间一股啊 海潮般的声音是 抖然炸起来了 犹如天地塌陷一般 让聂云和小龙的身躯 是紧不住这么一尘 哎呦 这又是怎么了 被这个声音这么一阵 三元金刚波并未落在云轩身上 而是飞向了远处 消失不见了 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声音聂云抬头向前 这么一看 脸色是经不住变了 之前呢 视线的尽头啊 扭曲的 时空宛如海潮 一般是席卷而来 哎呦 时空潮汐呀 这脑子里啊 突然蹦出一个词语来 念云身体不由自主的 哆嗦起来 时空潮汐 时空乱流之中啊 发生的特殊情况 和这海洋的潮汐一样 三年一次 发生的地方并不规律 一旦要是被卷中了 就有可能被送到不知名的所在 终身再难出来 前世 这聂云曾见过一次 但当时啊 他已经拥有单前血桥镜的实力 没想到居然出现了 而且如此的突然 哎呀 根据夏全的说法 一个月内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潮汐 但现在突兀出现了 肯定和刚才小龙和云轩的对攻是有关的 心中这么一动 聂云呢 明白过来了 刚才小龙和云轩燃烧幽名 皇族的血脉对战打出的攻击实在是推强了 原本呢 这时空潮汐啊 就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随时都会发生 被这种情况这么一戳碰 就好像啊 滚油之中滴入了火星子 再难控制了 立刻就沸腾起来 轰隆一声 这次的时空潮汐啊 似乎比前世见到的更加壮观 空间时间宛如潮水一般的能量之中 扭曲的宛如啊 一张啊 皱巴巴的纸片 逃吧 直到一旦被卷进去 必死无疑啊 这聂云呢 再也顾不上击杀云轩了 反正后者被潮汐给卷上了 不死也差不多了 自己啊 还活得好好的呢 可没必要陪着他呀 当下拉的小龙啊 是快速向远处狂奔 爸爸 我好困啊 我想睡觉 这快速前行 叶云听到小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转头一看 只见小龙啊 双眼在那打架呢 似乎随时都要睡着了 这次对攻啊 让他消耗推大了 连五爪金龙这种逆天的体质 都要用沉睡祸的恢复 不能睡啊 咱们要离开这里才行 这聂云呢 连忙喊道 喊声还没结束呢 就看到眼前的视野是一阵牛曲 时空潮汐已然将其笼罩 哎 小龙要保护爸爸 知道我时空潮汐的力量太过强大了 这聂云肯定承受不住啊 小龙那是强大精神 瘦小的身躯 是猛然长大了好几圈啊 将其爆裹在内 龙族生命力强大呀 身躯更是远朝绝品灵兵 从当初黑洞这么厉害 都无法让龙蛋破碎就能看出来 即便时空潮汐呀 再强十倍 也不可能破开小龙的身躯 让其受伤 不过他现在已经处于啊 虚弱气了 被时空潮汐这么一阵 眨眼功夫就进入了昏睡 小龙小龙 没想到小龙竟然哪 会这样做 心中是一阵感动 连续呼喊了几声 聂云呢 正想如何逃出时空潮汐呢 就觉得天地之间一阵灰暗 随即脑海这么一阵 浑过去了 迷神宗迷神大殿 你说什么 你说云轩并未成功 抢回剑神宗宗主之位 反倒被聂云给追杀 不知所踪 这迷花一拍桌子 他站了起来 满脸不敢相信 此时的迷花不知啊 得到了什么机遇 竟然和云轩是一样的 已然已经达到了破空境巅峰 如此实力 再配合他的诸多天赋 战斗力之强 比这云轩恐怕 要更胜一筹 是 属下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 现在剑神宗已经整合完毕 再无法探查消息了 迷林站在大殿中间 抱圈说道 六大宗门无上长老 连同乱天痕迹的两大高手 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这迷花依旧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啊 他接着问了 我师父迷血和其他宗门无上长老 怎么样啊 这个 根据得到的消息 迷血无上长老 已经被聂云击杀了 其他无上长老 则被他抓了起来 犹豫了一下 这迷林呢 才缓缓说道 什么 我师父被杀了 咔嚓一下 迷花身上散发的气息啊 就将身下的凳子 积成了碎末 全身颤抖 师父迷血 对他是恩情极大 他能够有现在的成就 全靠迷血的栽培 没想到只去 办了这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被人给斩杀了 迷花打死都不敢相信 是 这迷林不敢修话了 他点了点头 一瞬间整个大殿寂静的 是落真可闻啊 也云 我不将你苏一诗万段 我就不叫迷花 虚发扬起 这迷花杀意沸腾 冲上云霄 愤怒到极点的声音 是响彻整个宗门 仿佛将空间都给撕碎了 宗主 清云宗 仙武宗 紫檀宗 静天宗 还有云霄宗 武打宗门的宗主和高手 已经到了山下外面 之前的计划 是不是继续呀 过了也不知多长时间了 一个台上长老走了进来 看到怒火燃烧的迷花 他才欢欢说道 他们已经来了 继续 当然要继续 这一次我要踏平化云宗 让迷山宗成为 整个福田大陆最巅峰的存在 将心中的暴怒压了下来 这迷花双眼冷漠 是一声嘶吼 那好 我这就回禀 诸位宗主 咱们马上就出发 见宗主恢复正常了 这个长老啊 这才松了一口气呀 别着急 我过一会儿亲自过去迎接他们 先去玲珑仙宗和剑神宗 这迷花咬牙说道 啊 是 这个长老不知道宗主 为何做出这种决定来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他不敢反驳呀 哥哥 你要去哪啊 带上我吧 突然迷身宗殿外响起了一声脆响 这迷径冲了进来 哗啦一下 这迷径啊 一身红色的衣服 犹如红色的火焰一般 也不理会店外的诸多长老和其他人 一晃身就窜了进来 窝黑的双眸啊 是璀璨光明 带着一丝兴奋之意 哥哥要去做大事 你还是乖乖的待在宗门吧 看到女孩野蛮的状态 这迷花摇了摇头 对于他这个妹妹啊 她是宠溺太多了 实在有些无奈 本以为上次啊 蒋妻复活 能让他顽脸之心收敛 没想到时间不长 又是这副状态 做大事 当然要带上妹妹了 这兄妹欺欺欺 欺礼断金呢 嘿嘿 哥哥 你不会把小妹 一个人留在宗门 孤苦伶仃吧 早就知道迷花会拒绝 这迷径啊 来到他跟前 双手抱着哥哥的手臂 一双大眼充满了哀求 好了 这次非常危险 你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过去 这迷花摆了摆手 哎呀 我的好哥哥 你就带上我吧 万一你不带我 我哪天呢 心血来潮 偷偷追了过去 没你照顾 不是更危险吗 这迷径啊 嘴巴撅起来了 你这丫头 想起自己上次 必死关的时候 他偷偷啊 跑出去 最后死掉了 这迷花揉了揉眉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不答应吧 万一这个 机灵古怪的家伙 偷偷逃出去 的确更加危险 你要答应呢 这次事情呢 可是非同小可 一场大战 再次难免 万一有个闪失 怎么 你不会 没有自信保护我吧 这迷径 在旁边又说了 好了 跟我去吧 不过 你要把这个拿上 这件宝贝啊 能够承受 丹田血桥镜 初期强者的 全力一计 只要 不是灵魂攻击 破空镜强者 也不能啊 将你怎么样 还有 这是 十道天行之计 出了总门之后 要听我的话 不要乱跑 不然 我会让人把你送回来 直接关键 换雨格 以后再不允许出来了 对于妹妹的霸道 这迷话呀 只好同意了 手腕一翻 取出一个 盔甲似的东西 和树道天赋之气 嗯 放心吧 我最听话了 结果这些东西啊 这迷径眼睛啊 都弯成月牙了 一时之间 无论是容貌 还是气质 那都是光彩夺目 不过呀 看起来虽然 美丽的气质 在迷神宗啊 诸位长老眼里 那是苦笑连连 这个 那可是个小祖宗啊 但愿不要因为他 出现什么变故才好 再说了 这剑神宗 剑神殿 终于不负宗族的所托呀 哎 将这宗门整合完毕了 吐出一口气来 红衣长老啊 坐在座门上 是感叹一声 宗主却追杀这云玄了 将整合宗门的担子 扔给了自己 没办法 只好是大开杀戒 经过这几天的杀戮啊 此时的剑神宗虽然呢 弟子和长老 少了接近一半 总体实力大足 但是凝聚力 也更强了 再无其他宗门的内奸探子了 也没有那些 貌合神离的弟子了 可以想象 假以时日 再次恢复 以往的荣光 并不推难了 甚至还会更加强大 宗门呢 他并不是人越多越厉害 全都是乌合之中 你敌人一来全投降了 你再多人也没用啊 只有全都是精华 全都听从命令 才能更好地发挥宗门的力量 让宗门呢 是越来越强盛 红衣师兄啊 宗主已经出去七天了 怎么还没回来 红衣啊 正在那感慨呢 就听到一侧的黄衣长老 一脸担忧的问道 距离那天云轩来返 那是转眼时间已经过了七天了 七天时间 丝毫没有宗主聂云的讯息 传讯鱼盘也没给回复 似乎他去了不知哪里 和福田大陆完全隔绝了 放心吧 宗主啊 吉人自有天下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红衣长老说到这儿 其实心中他也没点啊 虽然这个年轻的剑道师宗主 屡屡创造奇迹 但是云轩 那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两壶相争 必有一伤 到现在都没回来 就连他都有点心虚了 咱们这个剑道师宗主啊 凭借纳徐镜实力 就能将破空镜巅峰强者给击败了 实力之强非同一般啊 看来天佑我们剑神宗啊 以后啊 肯定会越来越强大 被红衣给安慰了一句 这黄衣似乎啊 对这个宗主的能力并不怀疑 他兴奋的笑道 是啊 这种实力和天赋 以后打倒丹田血窍境 谁还是对手啊 咱们剑神宗啊 一定能恢复以往的荣光啊 当初啊 确定他为宗主啊 那就是最明智的事情 蓝衣长老和黑衣长老啊 也同时感慨 他们这些长老在剑神宗 那已然是待了至少几千年了 对宗门呢 有了极其浓厚的感情 都希望宗门啊 能够越来越强盛 现在让他们看到了气急了 如何不兴奋啊 迷神宗 清云宗 香武宗 紫潭宗 静天宗 云霄宗 玲珑仙宗 七大掌门 协同无畅长老 前来剑神宗 拜访 还请宗主 红黄蓝黑四大掌门 出来一剑 就在四大掌门暗自高兴的时候 突然一道撕裂空间的意念 是浩浩荡荡 从天空降落下来 随即整个剑神宗的人 都看到上方的空镜 哗啦 撕裂开来 出现了一群人影 这些人哪 每一个都是实力强劲 浩浩荡荡 全部架起来 是足有数百万的 还没来到跟前呢 这强大的力量 是席卷而来 就将前方抵挡的东西 全部给击成碎墨了 七大掌门连军 离开啊 弥神宗之后 这弥画先去了玲珑仙宗 将他们也给拉上了 玲珑仙宗 虽然不是八大掌门之一 这总体实力 确实不弱呀 这弥画带着其他宗门 携带威势而来 直接就让他们屈服了 当然 他们也知道 每个宗门能发展到现在 肯定有其倚仗和底蕴 既然屈服了 就没过分的逼迫 拉拢过来 也是为了壮大场面 从之前的六大宗门 变成了七大宗门 多一个宗门 就多一份威慑力 什么 七大宗门 哎呀 糟了 看到这一幕啊 四大无上长老同时窜了出来 脸色难看之极 现在宗主不在呀 这七大宗门突然来到这了 难道是为了上次的事情 我们七大宗门联合 要去讨伐华云宗 让其交出北斗兴军留下的宝藏 不知 奸神宗做何打算呢 如果和华云宗一起 我们为了减少敌人 现在就动手 如果和我们一起 还请签下这份誓约 见四大长老出现了 这迷话向前一步 大手一抓 一个金色的榜纹 就出现在空中 这个榜纹上 是横跟七行大字 正是之前联盟的七个宗门 这是天道金吧 这种金色的榜纹是 高手利用大道规律拧拒而成 一旦要是签订了 中途背弃的话 就会遭到大道的反噬和制裁 那是苦不堪言 讨伐华云宗 听到迷话的话 四大长老对望了一眼 同时面皮也抽啊 这花云宗当之无愧的福田大陆第一 即便现在是败落了 实力和底蕴也是不容小觑啊 去围攻他们 这不是找死呢吗 答应的话 就等于进了他们的贼船 再难脱身 就不答应七大宗门联手 肯定会灭门在即呀 答应他们 正在那犹豫呢 红衣长老思维这么一阵 他就感到了一股意念 传了过来 虚远老祖 听到这个声音呢 红衣长老脸色一变 传音的并不是宗主聂云 而是老祖虚远 这是大势所需啊 花云宗该有此劫呢 不能阻挡 答应下来吧 不过 你可以说长教印不在手上 无法签订契约呀 虚远老祖似乎知道所有事情 他传音说道 虚远老祖 那可是担天血窍境巅峰强者 仓悟生死宣观 他传递意念 即便是迷一话 他是听耳师 想要听出来 也非常困难 是 有了虚远老祖的话 红衣长老心中有底了 他朗声说道 我们剑山宗愿意加入联盟 共同讨伐花云宗 只是宗主不在宗门 没有长教印 恐怕无法签订 使约呀 还请见谅 宗主不在 伴随这四个字想起来 数百道疯狂的意念 狂涌着就从天空降落下来 在剑身中四处扫荡 很快 意念的主人同时摇了摇脑袋 的确呀 就没发现宗主念云的踪迹 怎么办 没发现聂云 一念的主人 全都将眼睛落在这 迷画的身上 逼他们一个个 签订天道誓言 一旦违背 遭受天前 这迷画眼睛一寒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下方的红衣长老 朗朗说道 新云宗 先武宗 紫坛宗 静天宗 云霄宗 五大宗门的五位 无上长老 正和宗主在一起 我们已经是联盟了 签订不签订誓言都无所谓 毕竟都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我们 剑神宗是不会背叛联盟的 这 听到红衣长老的话 众人全都一愣 这话说的含蓄 实际上是带着威胁之意 这清云宗等五大宗门的无上长老 冒似还在人家宗主的手上 你要是太过分 人家也有底牌 你和咱们七大宗门联合 料想剑神宗 他也翻腾不起来什么浪花 还不如就这么算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只要多加小心就好 只要到了华云宗 引发了矛盾 不信他们 不站在咱们这一边 现在还是别动手的好 虽然剑神宗实力大损 但凝聚力强大了不少 要是硬来引起反弹 恐怕咱们七大联盟 也要损兵遮将啊 一连串的意念交流起来了 好 你们可以暂时不签订契约 不过要将整个宗门的精锐 全部派出来 跟我们组成联盟 一起套伐话音宗 听到这些意念传递来的意思 迷划仿佛啊 有所感应般的 抬头看了一眼 不知名的虚空 他朗生做出了决定 迷划一个人就拥有 天手师天眼师天耳师天行师 四大天赋 更是融合了 温宣的魅音师天赋 身体天赋大圆满 虽然刚才 虚允的举动很谨慎 还是让他察觉了 只不过 并未听到说的什么而已 即便不知道说了什么 却也知道 这个老祖 一直在关注健身中 要是今天呢 真做得太过分了 狗急跳墙 惹得他不顾什么 就动手的条约 直接出手 即便七大宗门联盟 最后能够获胜 也要有啊 极其惨痛的代价 所以啊 他只考虑了一下 答应下来了 至于七大宗门的想法 他也知道 聂云抓住了 他们宗门的五大五上长老 并未击杀 让其投鼠祭气 不敢太过分 这种举动 虽然让他有些郁闷 可也不能逼迫 毕竟啊 和其他宗门只是联盟 那并不是从属关系 逼迫太紧了 反倒影响大局 多谢剑亮 剑弥画等人答应了 红衣长老知道 已经碰到了底线 不能再讨价还价了 他立刻召集 剑神宗的所有高手 飞了起来 加入了联盟的队伍 有了剑神宗的加入 威势更大了 真正形成了八大宗门联盟 走 咱们进军天外天 让华云宗交出北斗星军留下的宝藏 八大宗门联合了 气息啊 破灭天地滚动了人流啊 撕破空间是浩浩荡荡 就像花云宗冲了过去 这影响联云呢 千生今世的八大宗门 围攻灵霄顶 到最后也没有阻止成功 反倒因为他的重生啊 加快了进程 拉开了影响 福天大陆格局的伟大序幕 再说聂云呢 刚刚醒来 我这是在哪儿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这聂云是悠悠行转 只觉得浑身疼痛 全身像是洒落架一般 小龙 小龙 睁眼就看到小龙啊 依旧盘旋在身上 一动没动 他喊了几声 发现他并不是昏迷 而是沉睡呢 并没有任何危险 聂云呢 这才松了一口气 把他也放进了飞行灵兵 让他好好休息 哎呀 他们几个还没醒呢 这飞行灵兵里头 七大破空性高手 竟然还没有行转 看来先阴晋级 让自己的灵魂攻击威力 也是强大太多了 仙音师晋级了 让聂云感到非常意外 最近丹田晋级速度有些过快 让他呀 都有点不适应了 虽然不知道丹田晋级 仪仗什么 但想要晋级 肯定不太容易 而最近这段时间 防御 仙音呢 接连晋级 还都是第三形态 让他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哎 对这些特殊天赋啊 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以后啊 要多看关于这方面的书了 心中嘀咕着一声聂云 站起身来 环顾一周 这看了一圈 这才发现 这里是一个稳固的空间呢 似乎施工嘲袭 已然过去 嗯 怎么有这么多墓碑呀 向远处看去 突然一个个高大的墓碑 是落入眼帘 这个空间竟然呢 有不少墓碑 矗立其中 这是 眼睛向其中一个墓碑 上面的字迹 扫了过去 只看了这么一眼 他猛的就飞了起来 脸上布满了兴奋之意 这里居然是 华云宗的碑林 之前不是一直吆喝 要进入华云宗的碑林吗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嘿 他竟然呢 进来了 时空潮汐 哈哈哈哈 居然这么巧 当初夏拳曾经说过 因为没有华云宗的掌教音 必须等时空潮汐来了 在施展大手法 才能进取其中 没想到自己昏迷之后啊 在时空潮汐的带动之下 居然无以至终 来到了这里 卫林是华云宗历代老祖 埋骨所在 传说 武道老祖的尸体 就在这里 肯定能感应到 武道之气呀 这聂云之所以 要进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感应武道之气 有此机遇 不把握住 那真是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呼呼他这一动 立刻一道道强大的意念 就刺了过来 在空中形成风雷之音 这些意念 都是啊 一个个墓碑发出来的 是华云宗死亡 先祖留下保护 卑林的 聂云可不敢反抗 他静静的待在原地 任由这些意念冲过来 过了一会儿啊 这些意念 发现他并没有敌意 缓缓散开 紫阳先祖 一万三千年前 活跃在华云宗的 无上人物 曾亲手击杀 两名丹田血窍境 触其妖人 封信先祖 两万多年前 华云宗的 无上长老 曾亲手 战杀八大宗门的败类 人间云帆 名垂青史 智超先祖 一万七千年前 华云宗的无上长老 和其大妖人 高手对战在浮风山 那一战 天崩地裂 日月沉沦 智超先祖 也因此深陨 不过 其大同级别的妖人 却被他全部斩杀 一个美声 看到墓碑上啊 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聂云轻轻讲 他们的战绩啊 都说了出来 对于华云宗的历史 聂云知道的非常清楚 前世为了 多了解这些妖人 更好的对付妖人 曾向华云宗和妖人战斗过 先祖的事迹 全都研究一遍 所以啊 这些墓碑上的主人 他几乎啊 每一个姓名 都能说出来 皇冠向前行走 带着宠敬之心 前世对这些人的事迹啊 知道的非常清楚 确实啊 并没有来到过碑里 看到这每一个墓碑 都散发出不屈的意志 知道这些仙族 生前肯定 各个是英雄非凡 福天大陆能换来 这时候的安静和平和 那都是这些仙族的贡献 如果没有他们 恐怕人类还在妖族的蹂躏之下 那是苦不堪言 妖人生性残暴 传说呀 几万年前 人类在他们的残暴 统治之下 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 后来 五道师见到是诸多天才 是横空出世 创立了八大宗门 这才联手将妖人给击推 拥有了现在的和平安宁 嗯 这里居然还有阵法 九龙破天阵 七仙伏魔阵 认准了方向 聂云呢 向碑林最中间的地方走去 走了一会儿 他突然看到眼前出现了数十个大阵 这些阵法呀 有些是华云宗本来就有的 也有些从未见过 哎呀 这些阵法真是好熟悉呀 天眼的照射之下 他阵法形态全部能够看得到 对聂云来说 并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 只是这些阵法除了认识 能叫出名字的 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叫不出名字的阵法 看起来居然这么熟悉 就好像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样 哎呦 紫华洞府 心中这么一动 他猛的想起来了 这些阵法以前呢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对 就是紫华洞府 刚进入紫华洞府的时候就发现了 其中很多阵法和华云宗密传的阵法 是完全一样 后来时间长了也就给忘了 没想到这里呀 居然呢 有很多阵法语气相通 难道紫华洞府和华云宗 有某种联系不成 心中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来 聂云手掌一点 就将啊 洞府取了出来 嗡 洞府这一出现 立刻滴溜溜旋转 像是找到了龟鼠一样 发出了一阵兴奋的冥想声 果然如此 看到这一幕 聂云呢 再傻他也明白过来了 恐怕这个紫华洞府和华云宗 有着莫大的联系 呼的一下 暗自点了点头 正打算将这紫华洞府给收回来呢 却发现洞府突然一阵 笔直向前飞去 看到洞府前行的方向 正是碑林的中心 聂云知道这东西肯定发现了什么 当下也不拦阻 是快速跟了过去 紫华洞府是洞府类的法宝 他也有灵性 不过非常的弱小 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只要有灵性 就能自主选择 看来这个地方 有某种东西吸引了他 才让其出现了如此反常的举动 紧跟在洞府后面 缓缓向前 走了大约上百公里 一个宽阔平坦的场地 出现在眼前 居然有人哪 向广场看过去 一个人影站在其中 聂云心中这么一紧 暗暗积蓄力量 防备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此时人影 转过头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看清人影的模样 聂云全身一阵 一声惊呼 是脱口而出啊 出现在面前的 不是别人 正是千生千世的恋人 谭台灵月 哎哟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也推古怪了吧 难道他要去的险地 就是这儿 不对呀 他说的险地 要在两个月后才能去 而且如果猜得不错 应该是前世那个地方 和这里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呀 再说了 这里是华云宗先祖的卑林 应该没有任何危险 绝不是所谓的险地呀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谭台灵月似乎也是非常奇怪 看到聂云出现了 他愣了一下 啊 我是无意中进来的 这聂云苦笑了一下 对于前生今世的恋人 他并不想隐瞒 啊 我是东长老利用大手法送进来的 谭台灵月在那说了 说起来这东长老 他并未说师父 他也可能啊 是怕聂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所以他故意这么说的 东长老 原来如此 聂云点了点头 谭台灵月是东长老的弟子 时空潮汐 自己都能莫名其妙进来 这东长老作为四大无上长老中的实力最强 资历最老的存在 将徒弟给送进来 应该不难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 聂云呢 虎笑的问了一下 他想进入贝林 目的非常简单 寻找武道之际 感悟一下 成为武道师 但他进来是干什么呢 他又没有无名法觉 不可能延伸丹田天赋啊 没这种想法的话 碑林只是一个祭祀之地 并没有太多吸引人之处啊 是东长老上我来的 他说华云宗到了危机存亡的关头 让我进入这里 寻找一下 是否能够获得传承 拯救宗门啊 谭台灵月 实话实说 危机存亡关头 看来东长老是知道了 听到他的话 聂云点了点头 看来东长老啊 知道华云宗即将发生的事情了 他既然已经知道 其他长老肯定也已经知道了 或许华云宗会因此度过难关 当然这也不一定啊 这丹田薛孝敬强者 受到妖人的制约和牵制 一旦要是出手 恐怕会出现更多的变故 正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 他才让徒弟谭台灵月进入碑林 希望得到机遇 获得传承 花云宗碑林和剑神宗祭祀之地一样 蕴含先祖的骸骨意志 机遇大的弟子 得到认可 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传承 肯定实力打击 虽然这种机遇很小 却也是了胜于无 算是一种希望了 你发现了什么 想明白这些 聂云点了点头 他又问了 我也是刚到 并没有发现什么呢 不过 好像这里是个隐藏阵法 隐藏了什么 谭台灵月 向前一指 正是面前的广场 广场是一片空旷 什么都没有 隐藏阵法 听到这一话 聂云天眼开启 仔细向广场看了过去 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 整个广场的空间呢 有些扭曲 虽然表面看起来没什么 但如此扭曲程度 其中肯定隐藏了某种秘密 如果灵月猜测的是真的 天眼都看不透 这个隐藏的阵法 真够可怕的 如果这个扭曲的空间 真是隐藏阵法给弄出来的 聂云呢 都不得不惊叹 这个阵法实在忒可怕了 天眼晋级到第二形态 基本呢 很多阵法都能看穿 这个扭曲阵法 竟然让自己啊 在不说的情况下 看不出来呀 甚至任何头绪都没有 可怕程度 简直超出了想象 害人听闻 连看都看不见如何进去啊 这叶云有些犯愁了 你这个洞府 似乎对这个阵法 有感应的作用 咱们可以跟在后面 或许呀 就能进去 见叶云 眉头皱起来了 谭台凌月 突然说道 嗯 对呀 听到女孩的话 她眼睛一亮 抬头看过去 果然看到 紫华洞府 停在广场中间 缓缓地旋转 似乎啊 在寻找什么东西 不过找了一圈啊 似乎就没有任何效果 好像不像啊 看到洞府的样子 这聂云摇了摇头 即便紫华洞府 能感应这个 隐藏阵法里面的东西 那洞府本身的意念 推低了 有没有攻击 破针的手法 如何进得去呀 洞府太大了 当然不行 你可以试试 洞府之心呢 或许有某种 契合点呢 看到他这个样子 谭台凌月 淡淡一笑 哎呦 对呀 一拍额头 念缘苦笑了一下 紫华洞府啊 虽然现在 没变成最大的状态 却是横跟了数百米 这么大 怎么可能找到 阵法的破绽 用洞府之心 那就不同了 洞府之心呢 是洞府最核心的地方 也是所谓的意念所在 体积不大 用它肯定啊 能找到 想要找到的东西 想到就做 这念缘身体一晃 就进入了洞府 过了一小会儿啊 洞府逐渐变小 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石 宛如心脏一般 不停的跳动 法力灌输 洞府之心 帮我破除眼前的阵法 抓住玉石啊 这念云呢 浑厚的法力 是疯狂的向里面灌输 是一声低呼 疯 在浑厚的法力支持下 这洞府之心呢 仿佛知道了 聂云的心意 他猛的一阵 来到广场的中心 向左旋转了三圈 向右又旋转了三圈 只听轰隆一声 一声巨大的轰鸣啊 浓烈的灵气 波动之下 一个高大的殿堂 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展露在二人眼前 果然是隐藏阵法呀 看到这个殿堂 聂云和谭台灵乐 对望了一眼 各自一喜 这个殿堂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被隐藏的阵法 隐匿在扭曲的时空之中 无论天眼还是肉眼 你都看不着 这东府之心呢 也是在灌输了法力的情况之下 碰触了某种东西 让其显露了形态 过去看看吧 这和谭台灵乐呀 对望了一眼之后 二人是一揍身 同时啊 就像眼前的大殿 飞了过去 这大殿呢 是耸力高大 来到跟前 就感到一股 巍峨宏大的威严扑面而来 带着纯正的武道意志 这难道 就是武道师先祖 大殿外一个石像 在那耸立着 和剑神宗的石像很相 虽然只是一个石像 却带着不容侵犯的气息 凑立在原地 宛如掌控天地的剧情 嗯 这这这这个容貌 抬头向石像的容貌看去 这叶云呢 是全身再次一震 这件石像 是一个轻虚老扯 一身长袍 全身上下 弥散着浓郁的武道气息 好像活着一把 随时都会破空而出啊 曾经见过剑道师 老祖的石像 这种情况啊 已经不能让聂云惊讶了 让他感到奇怪的 和震撼的 竟然是这个老者 他有三只眼 单纯的三只眼倒也罢了 毕竟古代人类 和现在的有些不同 你别说三只眼啊 三只手臂 都没什么奇怪的 这是他这容貌 竟然和紫华洞府 壁画上的人 他一模一样啊 当初啊 进入紫华洞府的时候 第一关考核的是 纯真幻灵石 第二关考核的是傀儡 第三关考核的 那就是一幅壁画 这壁画上 画着一个三眼强者 与一头交龙大战 紫华道人 曾经说过 这个三眼道人 就是他 紫华道人 下扬 怎么 和武道师老祖 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武道师老祖的画像 前世曾经见过 是一个和许的老者 并非是三眼 难道 他也和自己一样伪装起来 三眼 才是本来面目啊 骄龙下扬 曾经说过 武道师老祖 拥有十二枚丹田 灵级血统 正常人类 是不可能有十二个丹田的 或许三眼 才是他的本体 突然想起 骄龙下扬 曾经说的话 聂云暗自 嘀咕了一声 不过 他话还没说完呢 像是明白了什么 眼睛陡然瞪圆了 骄龙下扬 他姓夏 难怪我当初 见到下扬第一面的时候 觉得面熟呢 原来他就是 壁画上的那头 骄龙啊 紫华洞府 壁画上的人 画了三眼的紫华道人 和骄龙 站于天都山 当时对骄龙呢 也只是一撇 随后就得忘了 后来闹了半天 这骄龙下扬 正是壁画上的 另外一个主人公 可能正是因为那次战斗 他败于紫华道人 下扬 这才心甘情愿 成了他的妖宠 这模模糊糊糊之中啊 念云脑子里 像是抓到了某种线索 他又有点 摸不清楚 看不明白啊 一直以来呀 他都以为紫华道人 是福田大陆 某个不知名的大能者 怎么他都没想到 竟然就是武道师老祖 武道师老祖啊 为何会讲珍贵的洞府 放在七海大陆呢 那七海大陆和福田大陆比 就和一个普通的岛屿 没什么分别 将这东西啊 放在那儿 而不是放在华云宗 到底想干什么呢 柔了柔没心 念云想不通啊 武道师老祖的成就 远超前世的自己 恐怕已经是参透了很多天际 那样做一定有所谓的目的啊 而不是随意而为 其实啊 我早该想到了 聂云感慨一声 当初看到啊 蛟龙下泉之后 应该能够想到 只是当时的下泉 已经老了 跟隆林脱落和壁画上的 完全有所不同啊 虽然有几分相似 却以为啊 蛟龙都长得差不多啊 也就给忽略了 不过啊 现在知道还不晚 等出了这里 可以去问问蛟龙下泉 他或许对武道师老祖的事情 知道的更加清楚 剑道师雕刻像中 拥有剑神之气 那得看看呢 这武道师雕像里头 他有没有武道之气呀 心中一动 聂云想到一件事 眼睛可亮了 他两步来到雕像前 这神头之气运转 缓缓向里面看去 这种雕像啊 是用特殊的矿石雕刻而成的 有了上次剑道师 实相的经验 聂云知道 用神头之气感应 比天眼天赋 来得防烈 呼的一下 手掌轻轻在这实相上 这么一碰 他立刻呀 就感到其中一股啊 浓烈的武道意念传来 仿佛要将他的手给碰开 不过其中啊 并没有所谓的武道之气 而是一股不屈的意念 和剑道师雕像有所不同啊 看到没有 这聂云鼓笑一下 他摇了摇头 也对呀 这剑道师天赋排行第十七呀 只要拥有人人都可以使用 这武道师可不一样 排行第十 就算是得到也没用 所以武道师老祖不可能把武道之气 留在这儿 毕竟呢 留下来也没人呢 能够使用 算了 先进入大殿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吧 或许啊 还能找到这武道师老祖使用过的东西 借机感应到武道之气 这明白过来了 聂云呢 看了一眼眼前的大殿 他打着一下若有所思的坛台灵乐 向前就走去 一些强者用的兵器啊 基本呢 都是经过多年的催炼了 或许啊 里面有武道师老祖佩戴的东西 闹不好啊 就能感应到这武道之气 让自己获得这种啊 超强的天赋 当然 这前提是先找到能开辟丹田的特殊气息啊 小心 二人向前走了几步 绕过石坛 谈谈明月 陶然 陶然他停下来了 聂云被他一拉打了个亮枪 怎么了 聂云也愣了 疑惑的花还没问完呢 就感到脚下的地面呢 这是一阵晃动啊 轰隆隆 二人眼前不远之处 一个巨大的石碑是缓缓的从地下窜了上来 这石碑啊 有六七米高 后面是一个光滑平整的光木 这一道道全一激荡 刚才要是没注意 就这么走过去 恐怕呀 会被其中游荡的庞大力量 直接就给抹杀了 哪怕你是单贤血小性 后期强者 也是难以兴免啊 哎呀 好险啊 没想到自己天眼天赋 都没坛台凌月解释 念云背上 那可是流了一身冷汗啊 看向女孩 暗自赶尽 这女孩似乎也明白 她的意思也只是吻耳一笑 人家没说话 这转过头来 看向眼前突兀出现的石碑 顺着她的眼睛看过去 这件石碑上面 写了十三个大字 银沟铁化 是浓烈的沙法意味 扑面而来 仿佛讲的空间呢 都给撕罪了 炼成全法 方可入殿 否则杀无赦 字虽然不多呀 却是带着不容反驳的威严 这可遇见了 要是不听劝 贸然你要冲过去 肯定那是死无葬身之地 这十三个大字下方啊 是一个修炼秘诀 五道破虚拳 这花云宗宗主 才有资格修炼的五道级别拳法呀 怎么可能练成啊 看到这套拳法的名称 和修炼方法 聂云可下了一大跳啊 花云宗的拳法 和剑身宗的剑术一样 他也是分为 普通精英核心至尊无上 无上大 这六个级别 只不过最后呢 这无上大被称为五道五级 你达到五道级别的五级 只有宗门长教 你才有资格修炼 而且呀 和无上大剑术那是一样的 没有五道之气 这可猛练不成啊 更悲催的是 这五道师是排行前十的天赋 受天地眷顾 五道之气 你不能借给别人使用 因此啊 这一套拳法 除了当初的五道师老祖 就没人练成过 让自己练成这套拳法 才能进入大殿 那还不如直接说自己啊 是五道师才能进去 如果继续延伸丹田的话 的确有可能变成五道师 可是现在 他没有能让无名法觉运转的气息 无法延伸丹田 怎么能变成五道师啊 想起无名法觉来了 这念云忍不住精神沟通啊 玄机就觉得心中这么一颤 看似乎轻轻动了一下 动了 难道这里 有能让 这无名法觉运转的特殊气息啊 感受到这种情况 聂云是心中一喜啊 找了这么长时间 好家伙没找到 如果这儿要真有的话 开辟出新的丹田来 实力肯定 哪是能暴增啊 心中在那想着的 黄缓向无名法觉 跳动的方向 他就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脸色顿时变得有点难看 他所指的方向 他家伙不是别的 正是眼前为何 雄伟无法进入的大殿呢 能让无名法觉运转的这东西 就隐藏在这个大殿里 难怪花云宗 这藏宝阁找不到 原来在这儿呢 可是啊 练不成这套武器就进不去 无法得到这个宝贝 而得不到这个宝贝呢 就不能言声单点 也就无法成为武道师 不成为武道师 就练不成这套绝技 这聂云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寻馆呢 这会儿是想出出不了 想进进不去 你说这郁闷吧 这郁闷的都要脱血啊 其实啊 不用练成这套武器 也能进去 就在聂云郁闷的时候 听到一侧的谭台铃乐 在旁边笑着说道 啊 不练成也能进去 聂云愣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你那个洞府 好像和这个大殿是一体的 可以连接起来 不如你试一下 要是成功了 你是洞府的主人 完全可以啊 通过洞府进入大殿呢 谭台铃乐向前这么一指 他说了 哎呀 听到他这话 你也晕抬头了 这一看 果然呢 看到眼前的大殿 缺了半边 和他的紫花洞府 似乎啊 能够是对合在一起 试一下 必须得试一下 他眼睛这么一亮 暗暗赞叹 谭台铃乐 是观察助威 手掌这么一撞 紫花洞府就从体内飞了出来 足简的变大 很快就恢复了 本来的大脚 洞府恢复了 聂云这才发现 和这个大殿的确是一样高低 宽度也相差不大 就好像紫花洞府 是从这个大殿的一侧 硬生生 给切出来的一样 过去 就看到这一幕 聂云呢 那浑厚的法力 将这洞府给举起来了 对着大殿 就接了过去 这一声轰隆一声 这一声巨像洞府和眼前的大殿 碰撞在一起 这无穷无尽的力量卷起来了 瞬间整个大殿 聂同洞府是大方光明 哗啦啦 这两个东西完美无缺的 线接在一起了 聂云就觉得 紫花洞府仿佛被触动了什么 原本呢 被这聂同震碎的阵法 再次恢复了 变得是更加强大 就连那丹田血桥镜 巅峰强者 你要想把他给撕碎了 那可难了 这咔嚓咔嚓咔嚓 洞府啊 把大藏宝殿堂 两声吹响 最后两个 没打开的石门 也全部打开了 与眼前的大殿 是相互呼应 变成了九个殿堂 哎哟 原来如此啊 看到这一幕 你也晕愣了 他明白过来了 这紫花洞府是一共十大殿堂 其中一个在最前面是外殿 是用来修炼的场所 也是他呆的最多的地方 另外一个在最后面呢 是盛放机关阵法的控制室 仔细想起来 这两样东西啊 一个相当于果堂 一个相当于啊 地下室 实际上洞府啊 只有八个大殿 世间大道一变三三变九 九府和大道啊 那就好像自己的灵溪炼体学一样 一共是九层 金刚流离体也是九层 九转涅槃宫 更是九层 这八个殿堂的确不是最完美的 下阳身为武道师 又是福天大陆实力最强者 他怎么可能如此疏忽呢 当来紫花洞府本身 他就有九个殿堂 后来呀 被他用大手法给分裂出一个 剩下的就给放到了七海大陆去了 九九归一是威力大圣 果然能够进去了 紫花洞府是完整无缺 这聂云这才觉得整个洞府全部控制在心里 这一念之间呢 就可以自由进入刚才这个大殿了 别反抗 我带你进去 聂云笑着看向谭台灵院 女孩啊 也是高兴 点了点头 当然他不能反抗了 一念之下 二人就从原地消失了 进入了大殿 这就是紫花洞府的第九殿堂之内 哎呀 好多宝贝呀 一进入到这儿 聂云就看到地上那是堆满了大宝贝 光这绝品灵兵 就数百件 什么灵石药材 那更是数不胜数啊 感应了一下 让无名法掘运转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呢 心中一动 聂云敲燃 调动无名法掘 这点轰隆隆 这一感应 眼睛顿时落在大殿中间的一个巨大的矿石之上 这个矿石那是通体漆黑 足有两米多高 看不出什么材料 但一看就知道 他非常坚硬 带着呀 混沌未开的色彩 怎么这么大 能让我开辟多少探天呢 看到眼前的矿石啊 聂云呢 忍不住狂喜呀 以前要遇到蕴含特殊气息的东西 最多也就足球大小 还有一些呀 连巴掌大小的都有 这如此大的东西 而且里面蕴含漫漫 特殊的气息 能开辟出多少单天来 哎呦 这想想都令人期待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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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